大家好,这是小部读书 今天我们继续分享孟子的第六篇 孟子告子这一篇 孟子告子这篇的内容非常的多 思想性也非常强 我们很多耳熟人详的京剧都是来自于这一篇内容 比如鱼和熊掌不可得奸 比如石色性也 比如仁义理智 比如人性之善有水之救下也等等 前面一期内容我们分享了孟子和告子 关于人性善恶的讨论 告子认为人性本无善恶 告子的意思是说 人性可善可恶 而孟子坚定地认为 人性中有善的本能 人性之善也 有水之救下也 人性的善良 就像水会自然往下流一样 这篇内容里面 除了孟子对人性善恶的讨论 还讨论了一个重要的话题 那就是仁义 什么是人 什么是义呢 孟子说 人 人心也 义 人路也 孟子说 人就是要保持本心 义就是要走正路 放弃这条正路不走 丧失了人的本心 是非常可怜的 一个人他的鸡和狗 走失了之后 他都会去寻找 但是人心丧失之后 他却不去寻找 我们学习和求知的目的 就是为了找回 丢失的本心 真实的自我 孟子这一段 对人心的描述非常深刻 也鼓励我们积极地追求 本真的自我 关于如何活出本真的自我 孟子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论述 他说 一个伟大的人 和一个平凡的人 有什么差距呢 孟子说 从其大体为大人 从其小体为小人 孟子说 如果一个人 顺从自己的 耳鼻口的本能 那就会成为一个 非常平凡普通的人 所谓实色性也 这些都是人的本能和欲望 我们的器官是不会思考的 会被外面的事物所遮蔽 如果一个人 只满足这些本能 不去思考和反思 那么你就只能注定 是一个平凡的人 而相反 一个人能够顺从自己的内心 才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人 内心和耳鼻口 这些外在的感官 是不一样的 耳鼻口这些外在的感官 不能思考 而内心是会思考和觉悟的 所谓 心之观则思 思则得知 不思则不得知 所以用心去反省和思考 才能避免成为一个普通人 而成为一个 德行兼备 伟大的人 孟子的思想 其实朴实而深刻 古希腊哲学家 苏格拉底说 未经减省的人生 是不值得过的 其实也表达了类似的思想 我们经常说 要遵从你的内心 才能做真实的自己 大家可能有误解 遵从内心 不是随心所欲吗 当然不是 随心所欲 只是满足了 你其他感官的欲望而已 孟子将这两种本能 做了区分 一种是不会思考的 身体的本能 这种本能 只满足于感官的欲望 另外一种 是会思考的内心 而我们真正应该遵从的 是你会思考的自我 而不是那个 为了满足感官欲望的自我 乔布斯曾经说 你的时间很有限 所以不要为别人而活 不要被教条所限制 不要活在别人的观念里面 不要让别人的意见 左右自己内心的声音 最重要的是 勇敢的去追随 自己的心灵和直觉 只有自己的心灵和直觉 才知道你自己真实的想法 而其他 一切都是次要的 其实活出真正的自我 并不容易 首先要做到 和很多本能和欲望 做斗争 告知说 实设信义 对美食和信的需求 是每个人的天性 但是这些 只能作为动物的本能 而真正区分人和其他动物的 是人有思考的本能 孟子说 鱼我所欲也 熊掌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奸 守鱼而取熊掌则也 生亦我所欲也 亦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奸 守生而取义则也 著名的鱼和熊掌 不可兼得 就是出自孟子告知这一篇 熊掌比鱼更珍贵 如果真的 只能取其一的话 那当然是熊掌了 孟子说 鱼就是我们生活的本能 而熊掌就是我们异形的本能 如果两者不能同时兼得 那么就要舍身取义了 每个人都渴望生存 而厌恶死亡 如果你把生存放到地位 那么为了生存 你都会无所不用其极 但是生命里面 有的东西比生存更重要 比死亡更可怕 一个人快要饿死了之后 这个时候 一碗饭 一锅汤 可以让它活下去 但是如果别人 吆喝着 或者施舍给你 或者用脚踩了之后 再施云你 你还会要吗 孟子说 平凡的人和伟大的人 真正的区别在于 平凡的人把生存放到地位 而真正伟大的人不是 他们可以做到舍身取义 想想今天我们幸福的生活 其实正是来自 无数革命先辈 舍身取义换来的 舍身取义 不仅仅是一个口号 不仅仅是一种文化 更是一种实践 一种民族的精神 值得我们代代传承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 后面我将继续分享 孟子的更多精彩内容 如果喜欢我的内容 请关注小博读书 我们下期视频见